有个算卦的老头 在上马街崇善寺开的店 据说算卦非常灵 他说他两年前买了一套房子 他找不着那个卖给他房子的房东了 他发现我身边这个女助手 就是当年卖给他房子的中介员工 于是他就要求我这个女员工 帮他找这个原房东 我这个女员工当然是一点办法没有 于是他就危言耸听了 他说我算卦多年 认识好多公检法的人 而且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 都愿意帮他 他有好多这样的朋友 我的女下属听到这里有点害怕了 我听的听的就听不下去了 我就反僵了他一下 我说你不是算卦的吗 他说是啊 我说好你算一算 这个房东的位置我去帮你找 他想了想算不出来 哈哈 我算了 须来坐 这都没想过 你不能喝 你也不停 我说你忍吃